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今天给大伙来讲一桩大案 这起案件在当年是被新华社广为报道的 如果您认为这再是小案 那我也没法了 咱们先来看看2016年11月29号 新华社的一条新闻 是这么说的 记者从贵州省公安机关获悉 贵州省前西南部一族苗族自治州 新人县县长文建刚一家及保姆 27日晚间被杀害 遇害人包括文建刚本人及其妻 儿子岳母姐姐及保姆 中央媒体披露的这个消息 立刻在全国范围之内 引起轩然大波 甚至得到了很多国外媒体的关注 其实啊 这则稿子是谁写的呢 是时任贵州省前西南州公安局局长 白平同志所写的 他在写完这篇稿件的时候 已经距离他接到报警电话有20多个小时了 他呢 是在2006年11月28号早上8点10分 接到了州公安局副局长兼星义市公安局局长李锦福打来的电话 李锦福在电话里面呢 嗓音都有些沙哑了 有些颤抖了 他说 白局啊 文建刚家出事了 刚接到报案 文建刚被人杀死在家里 旁边还有两具女尸 白平局长一听 什么 文建刚不就是星人县县长吗 怎么他会 白平一下子愣住了 半天才缓过神来 对李局长说 控制好现场 我马上过来 文建刚的家呢 坐落在星义市屏东的四中路附近 是一栋三层楼的私人住宅啊 门院呢 都是独立的 紧挨着他家的 是他的姐姐文建芬家 在案发现场呢 一共发现了六具尸体 分别是文建刚 文建刚的爱人方如琴 文建刚的姐姐文建芬 以及文建刚的岳母 保姆 还有四岁多的小儿子 现场非常的凌乱 从一楼到三楼 都留有大量的痕迹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各级领导 决定立即成立专案组 就由白平局长来挂帅 周市两级公安机关 上百名民警 顿时是紧张的运转起来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 在州公安局指挥中心 贵州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广生 风尘仆仆的赶了过去 带来了一波波 省厅刑侦总队 纪真总队 和贵阳市公安局的 刑侦骨干 法医和技术员 同时呢 还带来了公安部领导 以及省委领导 对此案的重要指示 杨广生啊 铿锵有力的说 不破案是没有退路的 专案组组长 州公安局局长白平 是一个从警27年 经历了多起大案要案的老警察了 可是这起案件带来的巨大的压力 竟然让白平局长啊 也有些透不过气了 案发的新意是呢 地处云南贵州广西 三省区结合部 在28号晚上 宣闹的大街小巷啊 早已经安静下来了 市民们呢 也是早早的进入了梦乡了 可是 所有公安干警 却不知疲倦的依然活跃在自己岗位上 案发之后 民警们第一时间想到的 就是排查受害者文建纲的社会关系 当天晚上 兴人县公安局的50多位民警 围绕文建纲的社会关系和有矛盾的人和事 在全方位的排查着 电话通讯记录单 各种各样的数据 密密麻麻的 侦察员们 在筛选着 归类着 比对着 11月29号凌晨2点 公安部刑侦局 燕军副处长带领的专家组 抵达星亿 进入现场启动了艰巨的勘验任务 29号晚上8点 专案指挥部召集了会议 听取各工作组的汇报 州公安局的副局长翟东风 首先汇报说 说我们已经查了星亿市500多辆出租车 对这些驾驶员逐一进行了走访登记 但是效果不理想 还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星亿市公安局的一位领导 也补充汇报说 说我们呢 已经排查了400多家的旅社和私人诊所 并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 但是呢 当天晚上 有两女一男在文家做客了 我们呢 也找到他们了 他们都说呀 晚上9点多钟 文家呢 曾经来过一个陌生的男人 看见我们都在 他又转身走了 星人县公安局局长王克华也说 说我们呢 已经排查过与文现场有矛盾的一些人和事了 但这些人在案发的时候啊 都在星人 并没有在星亿 这一族族反馈的信息 让大家是坐立难安 会议室里 弥漫着一种压抑 焦虑的氛围 但是啊 大家很快 就镇定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公安部的两位专家 有了一些专业的发言 其中 过来的一位专家 是公安部资深的法医专家 叫敏建雄 他说了 我们法医组四位同志 刚把尸检工作做完 六名死者呀 全部做了解剖 检验 他们都是尸血性休克死亡 致命伤 有盾气打击损伤 和锐气凶腹刺破伤两种 那个小男孩呢 只有盾气伤 在头部 其他的死者 都有不同程度的 盾气伤和锐气伤 其中两名女死者 有抵抗锐气伤 两名女死者呢 还有死后盾气打击损伤 所以 通过我们的尸检 反映处有两类作案 工具 一类是单刃刺器 宽2.5厘米 长至少17厘米 不像是水果刀类的 普通的这些刺器 另一类呢 是金属圆形锤类工具 圆的平面直径为3厘米 另外 死者为内容物检查 没有窒息中毒这些情况 这些人的死亡时间 应该都是当天晚饭后 两小时以上 这位全国知名的法医专家 敏剑雄话音刚落 公安部的痕迹专家 班茂森又说了 经过我们的勘察呢 目前已经发现了一些痕迹物证 像足迹啊 指纹啊等等 其中有一枚足迹 鞋印长27.8厘米 是犯罪嫌疑人的 勘验的时候 我们还发现 文家院门的门把手和电控锁 被人从里面拉动破坏过 显然作案人员 对怎样开启这种门 并不熟 关于作案人数 我们目前呢 倾向于一人作案 关于现场出入口的问题 我倾向于作案人员是从院大门进去的 是非破坏性的和平进入 不过呀 我有一点不明白啊 我不明白客厅天花板上的射灯 怎么会被人为的触动过 从桌面留有的血印来分析 作案人员会不会认为那是个摄像头 所以才去损毁他呢 整场案情分析会 一直持续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尽管专家组 鉴于现场勘察和检验工作 还没有完成 所以还不具备 对案件性质 作案过程 犯罪嫌疑人等方面 进行刻画的条件 但是公安部的几位专家 他们的初步分析 已经让这些基层的 侦察员们大开眼界了 新华社报道完之后 媒体和网络上 可以说是喧闹一片 打开当天各个网站的新闻网页 县长灭门案的点击率 都是位居第一的 这时候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言 各种各样的帖子 可以说是铺天盖地 让人眼花缭乱 公安机关还没线索 你就看这些网友们 各个都跟福尔摩斯似的 各个都比公安部专家都厉害 开始进行分析 应该是怎么怎么回事 这个凶手是怎么怎么作案的 当然了 基本上毫无道理 所以呢 民警同志们 也没工夫顾及这些 他们呢 都被案件的侦破工作 拴得紧紧的 所有专案组的成员呢 白天黑夜连续奋战 专案组指挥部里 每天晚上都是灯火通明 电话铃声不断 哎 也就在 11月29号晚上 天还没放亮的时候 案件呢 出现了曙光了 专案组呢 通过对手机市场的调查 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 曾经有一个女人 拿着一部文件纲 那种比较新款的诺基亚手机 出入过一家二手手机市场 那部手机会不会是文件纲的手机呢 而这个女人又是谁呢 没等天亮 专案组就查明 这个女人呢 是周里一家学校的老师 40多岁 再一查 这个人 竟然和文件纲的妻子方如琴是同事 他的爱人呢 原来是周里某单位的干部 后来啊 下海经商 现在呢 在兴议市 经营着一家规模不大的娱乐场所 生意不算景气 常常有人称呼他们为 大哥大嫂 那么 到底是不是大哥大嫂 杀害了文件纲一家呢 这案件 一下子就有了转机了 大哥大嫂被侦察员们颇费周折的请到了州公安局 可是啊 可是啊 大哥大嫂的表现 并没有 让专案组的民警们感到满意 甚至还觉得有些沮丧 大嫂到了公安局之后 一口否认 我没接触过这种手机啊 当手机市场一名经营人员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他呆了一会儿说 那部手机啊 是我男人给我的 而在问大哥的时候 大哥则一口咬定 这手机啊 是前两天晚上我跟别人打麻将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姓名 反正是那么个四川男的 他作为赌资 敌给我的 既然是这样 二话不说 查 星义市公安局 刑警重案中队 副中队长陈伟 受命而去 两个小时之后 他呀 就向指挥部反馈 说大哥的陈述 赌博是真的 但是赌桌上并没有四川人 都是他的熟人朋友 没有谁拿手机做过抵押 事已至此 显然大哥大嫂一定有隐情 公布下他们俩 这起案件将难以深入 就在专案组调兵遣将 加大对大哥大嫂讯问力度的同时 一个此案中的重要人物 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物 出现在了侦察员们的视线里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案发之后 震惊了海内外 公安部也派了专家 前往专案组协助破案 省 州 市 县 各级公安机关联合破案 经过公安民警 细密的排查 这时候啊 有一个本案中的关键人物浮出水面 他呀 叫曹辉 这个曹辉 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里提到的 那位大哥的亲兄弟 人们都跟他呢 叫曹老四 当年是42岁 也没成家 曾经在新疆 扶过刑 现在呢 在他哥哥 也就是大哥开的嘉年华会所里面 打工的 这么一个敏感人物 专案组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在州公安局的大院里 专案组对大哥大嫂的讯问 还在分别进行着 但是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当天下午的时候 州公安局局长白平 走进了讯问大嫂的办公室 白平局长认为 这起案件 要想有所突破 就要先攻克大嫂这个堡垒 白局长坐在大嫂面前 亮明了自己的身份 这时候啊 白局长发现大嫂的脸上 掠过了一丝不容易被人察觉的惊恐 白平局长跟他说 你呢 是一个知识分子 应该知道说假话 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这件事情啊 你不能有什么顾虑 否则 你是没有退路的 大嫂呢 你读过四年大学 你应该明白 你应该珍惜这回机会 大嫂这时候 一脸的沮丧 嘴唇呢 在那儿蠕动了半天 终于张口说话了 其实啊 这手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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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曹老四给的 大嫂这话说的呀 一字一句 像是下了多大的决心 才说了实话似的 而当时呢 另一组侦察员 也拿下了大哥 大哥后来也说 说这手机呀 是老四给我的 曹辉呢 是12月1号 下午1点 被抓获的 民警们找到他的时候 这个身高一米七七 满脸横肉的家伙 并没有挣扎 也没有逃跑 本来民警们想着 这曹老四很配合呀 对于他的训问工作 应该还是比较顺利的 可是 谁都没想到 审讯曹辉的工作 异常艰难 这个曹辉呢 烟吟很大 接受训问的时候啊 几乎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 脸上没有什么惊恐的神色 反而呢 还带着笑容 他呀 在跟民警交流的过程之中 还讲述了他的过去 他说 我爸呢 是南下干部 我们家原来在针锋县 后来我爸死了 我妈把我们带到了星人 我妈和我后爸呀 对我们都不错 特别呢 我妈最疼我这个家里边的老妖 说到这儿的时候 曹辉一下子沉默了 坐在监视器前的白平局长想 这个时候 他的心理活动是最复杂的 见曹辉 缓了一会儿 又慢慢的说 83年呢 我犯事了 跟着别人打了几回架 并且 强奸了一个我认识的街坊女孩 一下子被判了无期 前后啊 我找了两个女朋友 也因为种种原因吧 都离开我了 在星人呢 我出了一个女的 她没工作 还拖着一个孩子 但我很喜欢她 她对我也很好 只可惜 她出了车祸以后 不能生育了 曹辉边说 边露出了一种 无法描述的眼光 那种眼神呢 仿佛是在仔细回味着 过去那美好的日子 看似曹辉说了不少 又说自己的家庭 又说自己的情感史 可说来说去 就是说不到正题上 审讯工作 异常的艰难 陷入了僵局 而与此同时 围绕曹辉的社会调查 有了新的发现 曹辉呢 经济比较拮据 没什么钱 并且平时大手大脚 总是想着一夜暴富 在他的落脚点 也就是大哥开的 那个嘉年华会所里边 民警啊 经过搜查 都找不到几件像样的衣服 曹辉结交的朋友们呢 大多数啊 也是社会闲杂人员 在那些狐朋狗友面前 曹辉倒显得十分的仗义 十分的侠气 常常和这些人呢 去喝喝小酒啊 泡泡桑拿呀 也经常性的啊 去一些围禁场所 去享受一些色情服务 曹辉呢 体格非常好 每天都得把那个壁立棒 摆上那么几十下上百下 这样的性格 这样的经历 还有这样的身体素质 这都无疑表明了 他是具有作案嫌疑 并且他具有作案能力的 但事情得有证据啊 现在破案民警啊 可以说是兵分多路 一路继续审讯 曹辉还有大哥大嫂 另一路继续排查 他的社会关系 同时痕迹鉴定专家 和法医专家们 依然在寻找着 更多的物证和痕迹线索 大家都知道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 有一位赫赫有名的 大家也被称为中国神探的 痕迹学专家 也是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 刑侦八虎之一的 乌国庆乌老 这起案件呢 乌老也专程赶到了星义 来进行指导工作 有乌老出手 那这事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了 乌老呢 跟随着办案的民警 一次次的来到了作案现场 寻找着一丝丝 不易被人察觉的作案痕迹 有乌老出手 这时候终于反馈回来一个 令人阵笼发聩 令人感到无比振奋的消息 现场提取出来了一枚 清晰的指纹 并且经过鉴定 他就是曹辉的 2006年12月2号 凌晨5点28分 在公安部 省 州 市 县 各级办案民警面前 曹辉终于缴械了 至此 专案侦查工作 已经连续奋战了 92个小时 随着曹辉的交代 大家眼前出现了一副 惨不忍睹的场景 曹辉是这么说的 2006年11月27号 晚饭之后不久 我戴上事前准备好的一把匕首 和一副黑手套 从我赞助的嘉年华会所出门了 我打了一辆摩迪 到兴义市客车西站附近下了车 又一路步行 前往方姐家 方姐呢 是我大嫂的同事 有一回我送大嫂上班的时候 通过大嫂介绍 认识了她 后来在学校又见过两面 但只是打个招呼 她很有钱 在市里一家豪华昂贵的皮草行门口 我看见过她从里面出来 那里边东西很贵 一双鞋就一千多 后来我开始留意她了 之后呢 去她家采过两次点 发现她自己开着高档的私家车 经常出入她那家相对独立的私家庭院 家里有个十七八岁的保姆吧 有时候中午呢 直接从外边端菜回去 但碗筷不多 我估计家里没几个人 也没发现这家人 有什么男人出入 二十七号晚上九点多 我到了方家 向四季作案 按下门铃之后 是保姆来开的门 我就问方姐在家吗 保姆说在 进到院子里之后 我看她家客厅里 有好几位客人 在喝茶聊天呢 于是我扭头就走了 临走的时候呢 我还甩下一句 方姐有客人呢 我一会再来 走出去之后 我漫无目的的 在街上溜达 钱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我决定再去方家 寻找下手的机会 大概是十点钟刚过吧 我这人的不爱计时 所以我说不出具体时间 到了方家之后 我按下门铃 还是保姆出来开的门 我问她 家里的客人走了吗 她说走了 方姐在客厅里向我进来 还挺诧异的 小老四 你怎么来了 我呢笑了笑 方姐 我到朋友家去办事 路过您这儿 顺便来坐坐 方姐让保姆呢 给我倒了一杯水 我和她呀 就坐在沙发上 闲扯下来 她问我最近厂子生意好不好 我忙不忙 反正 刚寒暄了没两句 忽然一个穿着睡衣的男人 从楼上下来 我一愣 这 这不是文简刚吗 怎么着 她和方姐是一家人呢 我也没多想 文简刚呢 就走到我面前 有事啊 我早就认识文简刚 我知道他是县长 只是他呢 不认识我 方姐站起来介绍 说这是小老四 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小叔子 文简刚拖过一把椅子 坐在我斜对面 应了一声 我脑筋一转 我对着文简刚说 文献 我有点事 主要是受朋友直托 不好推辞 方姐和保姆 向我找文简刚有事 转身上楼了 客厅里呢 就我和文简刚 面对面的坐着 我手啊 揣在一兜里 无意之中 摸到了一张储蓄卡 那张银行卡 是我前不久办的 里边是分文没有了 我掏出来 从茶几上慢慢的推向文献 文献 我有个朋友 叫冯萍 在你手下工作好几年了 他就在县尾办 希望能得到你的关照 冯萍 我怎么不认识这个人呢 随后呢 他拿起正在充电的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啊 时间不长 我知道 我的谎言就快被戳穿了 趁他打电话的时候 我把他家茶几下一把钉锤 悄悄的藏在衣服里 果然文简刚啊 有些生气 没有这个人嘛 你人都没搞清楚 要不你把人弄清楚了 改天再和我联系 边说呢 边把那张卡推到我面前 我一边收起卡 一边说 文献 这 真有这人 说着 我就向客厅门口走了过去 文献刚就在我身后 他没说话 像是在送我出门 就在这时候 我套出来钉锤 文献刚看见有些呆住了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你 你是强盗啊 他话也没落 我拿着锤子 往他头上就砸了过去 这几锤我下手很重 他退了几步 但他并没倒下 抓起椅子 朝我抵挡着 我扔掉锤子 拔出带来的匕首 朝他扑了过去 就在这时候 一个头上带着卷发器的女人 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 一边在那喊着抓强盗 一边挥舞着什么东西 向我跑了过来 我事后才知道 这女人 是县长的姐姐 叫文建芬 反正我也不知道 捅了他多少刀 他摇摇晃晃的倒下了 接着我又给了那个女人一刀 他捂着胸 转身躲闪着 按照曹辉的供述 他呀 随后又残忍的杀害了文建刚的爱人 保姆岳母和四岁多的小儿子 并且翻走了一万三千多块钱和两部手机 后来把其中一部高档手机就给了大哥了 按理说呀 凶手抓到了 也供述了 人赃巨货呀 铁证如山 这起案件也就结束了吧 可是 并没有 案件虽然破了 可是在媒体上 在网络上 却一团糟 这时候啊 网络上有了所谓的真相爆料 说方家现场呢 有八十万的现金 并且文建刚和爱人方如琴的身上 还有贵重的手表项链 说假如真相公安部门所公布的那样 这个凶手是为劫财 那为什么没有动他家那八十万现金呢 为什么没有动死者身上的贵重手表和项链呢 这时候啊 网络上还出现了 另一个匪夷所思的说法 说案发当晚 文建刚幸免于难的长子 接到过神秘电话 告诉他说家里出事了 那么是谁给他打的电话 还有曹辉 一个人能杀得了六个人吗 作案之后 他为什么不跑呢 综合这些信息 网民们就认定 曹辉身后 一定有主谋 他呀 是受雇于人 所有的破案民警们 侦察员们 头都大了 在检查机关的介入之下 专案组呢 决定要把这些疑问一一破解 方家是不是有八十万的现金 死者身上是不是有贵重手表项链 还有 这个文建刚的长子大儿子 是不是接到了神秘电话 等等 经过二十多天的艰苦工作 这些迷惑终于解开了 什么神秘电话啊 什么现场八十万啊 什么贵重的财物啊 什么所谓的刑侦专家透露啊 全是网络上有人划重取宠 编造出来的 警方啊 经过大量的调查 发现与文建刚本人有矛盾的 所有的这些所谓的仇家们 与曹辉都没有任何关联和往来 曹辉本人呢 以及曹辉的亲属和朋友们 与文建刚家也没有任何的恩怨 并且警方呢 还查了很多相关的线索 案发前后 与曹辉进行通话联系的四十八个人里 没有一个人与文家有任何的关系和往来 曹辉事前事后 也没有把自己作案的事情告诉给过任何人 警方呢 还调查了文建刚所写的全部日记 和所收到的全部信件 甚至还触及到了星人县的矿山整治 争地拆迁等这些敏感地带 最后证实和曹辉都没有任何关系 曹辉没有受雇于任何人 他就是抢劫杀人 至于现场啊 还遗留了其他的一些贵重物品 曹辉为什么没有拿走的问题 曹辉后来在供述里面自己也说了 说几具尸体啊 躺在那我看都不愿意多看 我怕了呀 谁还会去细看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呢 更别说去翻动了 后来民警问他作案之后你为什么不跑呢 他说呀 因为案发之后网络上那些网友的杜撰那些猜测对我是很有利的呀 社会上都说是矿山上的事是报复杀人还有人说是香港来的杀手干的再说了我和文家也没有来往我得感谢这些网友他们编造杜撰的那些东西说的都跟真事似的正好摆脱了我的嫌疑呀我跑什么呀 谜底被一个一个的揭开了 并且后来呢民警也找回来了曹辉当时作案的工具 那把钉锤还有那把匕首两样凶器上都有文剑纲等受害人的血迹和DNA的信息 事已至此 铁证如山 这起案件终于在案发几天之内最终破获 最后啊公安部也给州公安局发来了贺电 是这么写的 前西南州公安局新西你们成功破获1128特大抢劫杀人案 特致电祝贺 并向全体参战民警致以亲切的问候 此案在短时间内成功告破打了一场漂亮的速决战 有力的震慑了犯罪弘扬了法治 这起震惊中央引发海内外广泛关注的大案就为您讲述完了 更多内容咱们下期节目再会